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媒体公布他们的恋情后 他们是如何回应媒体和粉丝的 王世贤来自苏州 苏州人节地灵 尤其是这里的女孩子 戏声软语 王世贤就是这样一个乖巧可爱的江南姑娘 不过 在她小时候她和漂亮 美丽这些词汇是无缘的 因为爱吃 她的体重飙升 她是一个实打实的小胖端 女孩子肯定都爱美 王世贤也不例外 她也想像其他小姑娘一样穿漂亮的小裙子 于是 她按下决心要减肥 而且还要减肥成功 减肥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和自控能力 王世贤还是很有毅力的 为了快速减肥 王世贤决定通过运动减肥 最后她开始学习羽毛球来减肥 说出来可能大家都不相甚患战性 奥运冠军走上成功之路 原来是出于减肥 其他小朋友学习羽毛球都是为了实现梦想 而王世贤只想减肥 可能她没识出心的心理压力 所以学习羽毛球的心态就不易脚脱抖样 所以 她打羽毛球很放松 也不在乎输赢 谁料 她越打越喜欢羽毛球 她也成功地甩掉了自己的体重 这个时候 她也开始思考是否要继续学习羽毛球 后来她还是坚持下来了 她想继续打羽毛球 在省体校选拔的时候 她也报名参加了视讯 不过 很遗憾的是 当时她没有发挥好 而且实力也的确和其他人有差距 最后她被省体校拒之门外 这个时候她也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一方面是回去好好读书 一方面是继续学习羽毛球 这个时候恰好苏州要举办省运会 她认为自己还有翻盘的机会 于是她前往上海学习羽毛球 在上海待了一年 她的进步十分明显 在省运会开幕后 她一路就像开了挂 一举拿下了女单冠军 这个时候的王世贤也不过12岁而已 她在这方面的天赋终于被发掘出来了 因为在省运会有突出表现 省体校的橄榄枝伸向了她 当初被淘汰 现在她又通过自己的努力 找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为了实现梦想 她毅然决然地决定进入省体校 接受更加系统的训练 王世贤的性格有点软弱 是个喜欢哭鼻子的女孩子 进入省体校后 由于打球缺乏果断的判断 教练经常教育她 她也经常为此哭得稀里哗啦 好在还有很多小伙伴陪着她 后来随着年龄的成长 她的内心也强大了起来 后来再遇到类似的情况 她也很少哭鼻子了 王世贤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孩子 她在打羽毛球的时候并不刻板 并不是教练让她怎么打她就怎么打 她有自己的想法 总能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做出自己的判断 而且应急能力也很强 心理素质也很强大 所以很多小伙伴 虽然技术比她强 可是最后能登上冠军之位的却是她 在省体校接受培训以来 她的技术提高了不少 并且她也开始参加一些大型的比赛 这些比赛也让她眼界大开 她的能力又上了一层楼 她的刻苦努力没有白费 国家队在挑选运动员的时候 教练也推荐了她 幸运的是她也被国家队看中 进入轻语队接受培训 她的技术在国家队就显得有点羞涩了 因此她经常徘徊在二队和一队之间 这样的徘徊也让她错失了很多良机 很多国际赛事她都无缘参加 在马来西亚 她参加了女子担任比赛 这也是她职业生涯拿到的第一个冠军 以后 她就在冠军和亚军之间徘徊 幸运的是在亚运会中她一举搏击 也成为我国羽毛球运动员 在亚运会中最年轻的女子冠军 王世贤减肥后 活脱脱就是一个萌妹子和大美人 在众多的美女中 王世贤也是很惹眼的 在她的众多小伙伴中 也有很多人和她一起进入国家队 他们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了 说到青梅竹马总能让人联想起美好的爱情 这一点的确在王世贤身上发生了 刚进国家队的时候 王世贤只不过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 这个年纪正是青春懵懵时期 对美好的感情有很强烈的期待 而且这个时候的感情往往也是比较真挚的 和王世贤一起进入国家队的还有陈龙 他和王世贤的缘分不浅 因为长时间在一起 两人也擦出了火花 因为年纪小 而且国家队也不允许他们谈恋爱 所以他们就悄悄地谈起了恋爱 谈恋爱并没有耽误他们训练 相反他们两人有了更多的话题 并且能够互相鼓励 他们一起变得更加优秀了 他们的地下恋情坚持了十年 后来他们的明日越来越大 媒体对他们的关注度也上升了 不久后他们的恋情就被媒体曝光了 而且外媒也知道他们在一起了 面对媒体 王世贤显得有点拘谨 毕竟这是他们的私事 不过 陈龙还是挺大方的 经过十年的爱情长跑 他们最后还是选择结束恋爱组建家庭 不久后他们也迎来了自己可爱的孩子 现在王世贤虽然已经退出了国家队 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体坛 现在陈龙在事业上有了很大的起色 两人的生活更加的幸福美满了 王世贤在国家队虽然待的时间不长 可是他的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 他虽然看起来柔柔弱弱 但是在球场上他依然是英姿萨爽的 不管他在不在国家队 他都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比起他的事业 可能爱情和家庭更让人羡慕 他最喜欢的明星是马思纯 陈龙是出了名的宠妻狂魔 为了老婆他还专门联系了马思纯 这份爱情着实让人感动 甜甜的恋爱延续到了家庭中 他们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希望他们以后的生活能够一直这样幸福下去 我们下期见 其实也好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招